今年這個總統選舉的時候 宇昌這個案件讓創意文件受傷 現在選舉選完他沒條 但是他也希望說這個事情 可以做一個很好的處理 現在創意文跟律師決定 要沾對這個案件裡面 這個兩個人來提出過手 這樣決定民進黨裡面立委是很小聽 不過郭民黨的立委說 宇昌案應該結束了 現在我們台灣變成經濟比較重要 宇昌案證明創意文的情編 他現在決定要告五億六九五十二 在大選期間的其他幾個案子 我們也覺得 檢方沒有做必要的 這種慎重的處理 所以我已經請 我的律師 開始來研究 看看後續我們還需要 做什麼樣的處理 這種不當的行政介入 或者甚至變造文書的這一些案子 我們有請律師來做進一步的研究 選舉的期間 這政黨一直在攻擊吳昌案 當時民進黨就各個 團體跟劉彥如 涉嫌違反選舉不違反 議党輸人未動選到變造文書 現在吳昌案差不多不換 當時民進黨各個 團體跟劉彥如的案件全部簽證 這可以去創意文的不換 我們全力支持蔡英文前主席 對於這個吳敦義和劉彥如的提告 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一個民主的悲劇 絕對不能讓它再發生 蔡英文主席不應該只對 這個劉彥如等這些當時的官員 來提告訴 而且應該要提出當選 馬英九總統當選無效之訴 把這個問題把它加以釐清 這樣才能夠還給我們臺灣人民一個公道 其實宇彥案可以落幕了 大家不要再造成那些 藍栗之間的一些衝突 那個該落幕了 那假如說吳院長或是劉彥如 在選舉當中有什麼 那雙民就道歉就好了 不要再浪費那個 現在真的臺灣的整個經濟真的是很差 創意文要告 民進黨當然贊成 那是國民黨當然反對 民視新聞總合法 小新的消息 我們來看